北冥有生 李源和雪莉紧紧靠在一起 头发凌乱 看起来很是狼狈 他们看到了诚哥 发现诚哥脸色古怪 独自站在楼道里 很热心地朝诚哥招手 哎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兄弟啊 楼道里有鬼 快点出来 不要在那里久留 没事 那个鬼刚过去 现在应该不会出来了 那可说不定啊 对了 跟你一起的三个学生呢 诚哥随口编了一个理由 我们四个被鬼怪追赶 然后走散了 我们离很远都听到了惨教授 之前让你们几个留下断后 实在抱歉啊 李源也挺不好意思的 他觉得三个学生走散 和自己有一定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一起吧 我们已经参观了美术室 和音乐教室 接下来准备去废弃仓库 你呢 废弃仓库我已经去过了 里面那个演员身体有点不舒服 接下来我准备去楼道最底层看看 诚哥将那张在香楼下发现的照片拿了出来 我准备做这个十三级阶梯的任务 李源接过照片看了一眼 十三级台阶 兄弟啊 听我一句劝 你还是别去楼道里了 我来之前啊 参加过一个阿姆学院参观群 里面有人说 这鬼屋的楼道可能真闹鬼 真闹鬼 好像是大楼还没有修建好的时候 有个小孩来这里玩 结果博身把自己困到某个地方 然后就失踪了 雪莉在一边补充道 有很少一部分游客 在楼道里见过那个小孩 他们说楼道里面摆的香炉 也不是用来吓唬游客的道具 而是用来镇住小孩 不让他乱跑的 能详细说说那孩子的信息吗 比如他的生活经历 性格方面是否存在缺陷 是不是担心家庭之类的 这 这个 有 有必要知道吗 诚哥露出一副萌新才有的表情 那你们那个群的群号是多少 能把我也拉进去吗 我也很想和他们交流一下 好吧 说完 李源将诚哥拉入了群 然后又转移了话题 那三个学生年龄不大 他们又和我们走散了 他们现在一定很害怕 要不我们先去找他们 你们去找他们吧 我还是准备 按照自己原本的计划来 诚哥将照片收回 转身就要离开 你真的不害怕鬼吗 这个声音有些沙哑 听着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冲着诚哥说这话的 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女人 诚哥停下脚步 有些诧异 他发现那个女人双眼 盯着自己手里的照片 准确地说 他此时正盯着照片上的 那个中年男人 你在跟我说话吗 嗯 肯定害怕呀 我只不过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害怕的话 我劝你还是不要随便进楼道了 噩梦学院以前分日常和夜常 后来夜常被取消 主要原因就是 有人在楼道里 看见了那个小孩 这不是在开玩笑 虽然很难相信 但它确实存在 你没有发现 就算是在白天 也很少有工作人员 会进入楼道吗 诚哥晃动手中的照片 听你的语气 你似乎知道一些内幕 你一直盯着照片上的人看 难道你真是他 他是我的父亲 十几年前 就是他带着我弟弟 来这附近玩的 女人语出惊人 不仅诚哥 就连李渊和雪莉都被惊住了 也就是说 那个失踪的小孩 是你兄弟弟 李渊抓着雪莉的手 往后退了一步 他现在感觉头皮发麻 一直跟在自己身旁的队友 竟然是怪谈当中失踪小孩的亲姐姐 这种怪谈走入现实 交合在一起的感觉很难形容出来 李渊和雪莉不知不觉朝诚哥那边移动了几步 诚哥也没想到女人还有这一种身份 那你来这鬼屋干什么 仅仅只是参观 你不怕独物私人 勾起不好的回忆 女人没有回答诚哥的问题 唇角上扬似乎是笑了一下 李渊出来打圆场 本来这鬼屋就挺吓人的 你俩这么一弄 我更慌了 咱们别在这停落了 赶紧去下一个场景吧 他说完拍了拍诚哥的手臂 咱们三个一起吧 别单独行动了 知道女人身份后 李渊和雪莉都不敢和她一起参观了 想想都感觉神人 好啊 不过下一个要去的场景就是楼道 你们确定要和我一起吗 诚哥收起照片 他根本不在乎女人说的那些话 再次进入楼道 你这人咋这么倔呀 雪莉和李渊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在他们看来 诚哥已经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而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他俩最终还是没有勇气 跟随诚哥进入楼道 几人在楼道口再次分开 黑暗慢慢吞没了诚哥的身影 这次他直接朝大楼底层走去 如果此时周围有其他人在 他们就会看到很诡异的一幕 一个年轻人低垂着头 一边数着台阶一边自言自语 好像在和什么人交谈 他眼中带着一丝兴奋 不时还会朝着监控看一眼 似乎是想要记住所有监控探头的位置 和女游客交谈过后 诚哥对楼道里的小孩更加感兴趣 看在白天出来晃悠的家伙 绝对不是普通的惨破 至少是历鬼级别的 不过他为什么老待在这里不走 是因为心愿未了 还是他寄托的物品被埋在了建筑深藏 一想到有个小孩的灵魂日日夜夜不得安息 诚哥心中就不舒服 他决定帮助对方去完成最后的执拟 诚哥快步朝楼下走去 他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增加遇到男孩的概率 所以找到了一个监控死角 将老周换了出来 刚有个女人 说这楼道里游荡着一个小男孩 你能感觉到她的位置吗 老周仰头看着四周 没有感觉 可能是她躲藏起来了吧 不过这地方确实挺奇怪的 哪里奇怪 你有什么发现吗 普通的残魂无法在白天现身 历鬼也只能短时间出现 如果离开寄托物太久 就会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 但咱们西郊恐怖屋是个例外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算是在白天 我们也都可以在恐怖屋里随便陷阵 不仅没有时间限制 待在里面还很舒服 老周说完恐怖屋 又看向恶魔学院的楼道 这个地方虽说不如咱们鬼屋 可不可以能长时间在这里停留 这栋建筑似乎 完全科学的阳光正面照射 引起非常重 你可以长时间在恶魔学院里停留 某一瞬间 陈克甚至产生把老周留下来 当内印的想法 不光是我 普通的残破 比如牧养中学的学生们 应该也可以承受得住 这样的地方太少见了 陈克靠墙站在角落里思考了一下 恶魔学院开了很多年 估计是因为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 再加上特殊的行业 导致出现了异变